9月16号晚上,金华高速交警执勤时,发现了一辆轿车后排挤了四个人,其中一人还坐在了另两人的腿上。 交警检查后发现,这是一辆微型新能源轿车,何在四人实际坐了六个人。 民警对驾驶员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开具了强制措施凭证,并对未继安全带的乘客进行了处罚。 188黄金眼综合报道。 188黄金眼络合报道。